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样去认识耶稣 为何我会回教会和跟随神 这张照片很明显是我阿婆 我阿婆很为她习终 我和我阿婆的关系 其实由小到大是最亲切、最亲密的 为何呢?因为由小到大是我阿婆照顾我大 我小时候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 我小过两岁了我亲生的爸爸离开了我们的家庭 因为其实原本它是一个家庭 但是他又和我妈妈生了我之后他又离开了我们 所以我妈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再结婚 由小到大就是婆婆和公公阿姨去照顾我大 其中一张照片就是在习惯 那就是我阿婆和公公阿姨 小到小就是他们照顾我大 那我在元朗的米布农村那里长大 那当时小时候婆婆很迷信的 婆婆就是什么都拜的 每逢初一十五都会拜的 那我家里有什么拜呢? 介绍一下给大家听 我当时的家里有观音、土地工、门神 厨房就有类似一个厨神的东西 那就是什么都有 那你们可能知道我就不知道了 那初一十五就会去一些庙里拜的 因为我家附近有一个庙 叫马娘那种 那总之我们婆婆拜什么我就拜什么 所以小时候我很迷信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家里人小时候都听了 拜得神多只有神庇佑 那婆婆就觉得拜神就有平安的 那所以她就要为了家人去拜很多神 那我其实小时候呢 都发生过很多灵界经历 那我其中一个灵界经历呢 就是我小时候呢 看到一些影子 那其实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那我小时候呢 那我小时候呢 我们的村子还没有公廁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是叫茅廁的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那时候就没有公廁 就有茅廁 茅廁就是那些地方 被人去厕所的地方 那其实很臭的 那时候家里就都没有厕所 那时候我们住村的那些很窮 那所以呢 我妈妈要晚上去茅廁 我就陪她去吧 那其实要经过一条桥 要去了一个很多草的地方 那样有一个地方去厕所 那她去吧 那她过了那边 我就在另一边等 那我等着的时候呢 我就见到一个婆婆嚇过 那我记得她的 因为她小时候 请我吃橙 请我吃曲奇 那样 那我就见到她 我就叫她 怎麽不知我叫她的时候呢 她的头没有了 那然后呢 她走着又出现我 又没有了 那我那时候就很害怕 那我那时候就开始知道 原来我是见到一些 骯髒的东西 那我就更加害怕 怕我就更加要拜 拜观音 她什麽都相信 因为都是害怕 所以希望有个平安 那我大过又 大过一些 我又不懂死了 读到中学的时候呢 我就跟同学玩银鲜 那我那一刻银鲜 就玩蝶鲜 那时候呢 那齐 أ一班同学 就是我一起导入讨论的同学 是喔 那其他的做小弟妹 那接着就 那时玩蝶鲜 就挺认真的 我就去了紫微 아닐 买一张蝶鲜纸 就是黄色的 很多字的 原圈那样 那样 那就买了隻蝶 那是要cooter的喔 那我就跟捉了 又要去一些黑暗地方 又要装香 那时呢 因为小小我看了很多残師family 那些道士就多數咬手指的滴血射符 是的 我就得足了 我就咬手指滴血 誰不知咬到整隻手指 瘀了有個瘀血都滴不到滴血 那就很硬真的要咬到整隻手都爛了 才滴到滴血下去 其實所以呢 電視的東西真的是不可以學的 是的 那時候就真的做了滴血的那些 因為它有個指標 那你玩的時候就覺得很神奇的 就是覺得咦 誰會動的呢 但是很多字 它有找到一些字 你問的東西有找到過 那時候覺得很神奇 就有一點點覺得很想再玩 那玩了兩次之後呢 我就開始發覺睡覺動不了 叫不了 掙扎掙扎不了 那時候就一個禮拜裡面 連續三四晚都是這樣 那我那時候開始害怕 最初就以為可能太累了 回到家很累 睡覺就有這些情況 但是開始了一個禮拜都害怕了 那我就跟家人說 那接著家人說我是被委屈 那其實就是持續了半年時間 你想想在半年時間 我是一個禮拜 即不是一個禮拜 是說三到五晚呢 一個禮拜裡面 是幾晚睡覺都動不了 那時候我很害怕 那我很無助 那我其實唯有是甚麼呢 就是叫做觀音幫我 那我那時候呢 就每頓飯呢 我都爭著作香 因為我希望觀音可以幫到我 那我其實持續了半年是 即是很害怕 覺得會不會永遠都是這樣 那我試了很多方法 又去那些佛寺拜 又又 總之我拜很多東西都沒有用 總之去過 那叫甚麼呢 晚佛寺 跟著 家裡那些廟 總之我甚麼都拜完了 都沒有用 那接著呢 有一次呢 我在學校 那時候我讀的是一個中二 我坐在操場那裏 那我都不知道在做甚麼 就是只坐在那裏 然後有一個老師呢 就走過來跟我聊天 他說 見我這麼乖呢 就邀請我進去那個 叫清苗社 還是玉苗社 那他們有一個活動 那他說呢 加入我們這個活動呢 我們呢 會有一個去Camp 叫做三日兩夜 那我就 跟著老師就去了 就是其實那個Camp 就是那班同學一起去 那有一晚呢 就 三日兩夜 那完了的時候呢 完了那個Camp的時候呢 就是三日兩夜 就是完那一晚呢 應該說 他們呢 有一班同學就說要講鬼故 就走了去一個房裡 那老師都在那裡 那就講鬼故了 講講講講 講到老師就分享他的真實經歷了 他說呢 其實他住在23樓的 那他說本來的家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他呢 就說 自從呢 他爸爸呢 就拿了一棟那些 那些 套像回來拜託之後呢 他說 他媽媽呢 跟他爸爸就離婚了 那之後呢 發生的事就奇怪了 就是說 他呢 看到 23樓窗的露台外面 有個男人走過 即是23樓外面 零空車有個男人走過 那他就害怕了 他就害怕了 那他害怕 那然後就從那一次開始 他就發現 又是自己被鬼窄 不斷 又是 又是 回到家睡覺又是被鬼窄 那有一次呢 他雖然在教堂回家很累 打算摊一下梳化 哪不知道他摊梳化的時候 他就已經感覺到有東西來窄他了 那當有東西來窄他的時候 他就很害怕 就立刻衝出門口 然後就在那裡大哭 因為他很害怕 那他的鄰舍呢 就聽到 聽到他哭 所以他鄰舍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他跟鄰舍說他被鬼窄那些東西 那這個鄰舍呢 剛好呢 就是一個基督徒來的 然後就跟他說 要他信耶穌 但是回教會這樣 那這個老師呢 就回教會信耶穌 他說從此就沒有試過被鬼窄了 那然後呢 我聽到老師這樣說 我就覺得 可能有得救了 那我就 問他 怎樣相信耶穌 耶穌是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耶穌是一個復活的救主 然後他為人的罪呢 就來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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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了十架 流出補血 世面內的罪 但是 三日之後 他從死裏面 復活了 所以他能夠聽你祈禱 那當我聽到這一部分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死了都可以復活那麼厲害 我就 當時那一刻我不相信的 就是我覺得 哪有哪有 就是從小到大都沒聽過 有人死了可以復活的嘛 就是我不相信 那一刻我不相信的 好了 那聽了就算了 就回家 那那一晚睡覺呢 我真的 又是被鬼賊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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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嘗試叫耶穌幫我 我就心裏面 因爲我動不了 叫不了 講不了話 那我心裏面就試一下 就是跟耶穌說 喂 主耶穌你救我 主耶穌你救我 我講了兩聲 怎麽知道 那兩聲之後呢 我就動得回我 那我動得回 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發夢呢 那我就撕我自己 撕到自己是真的痛的 那我就證實自己清醒 那我因爲 住在角樓的 就是 我住村屋的角樓 那我就從角樓走下去 就走了兩個圈 那樣我真的醒了 那一刻我還看著觀音 就是我心裏不動 就是哇 擺了你這麽久都沒有用的 耶穌兩聲 所以呢 那時候我就經歷了耶穌 那我就開始呢 去找耶穌了 那些人呢 小時候都聽了 就是回教會很悶的 因爲回教會 說耶穌很悶的 那我那時候就 不理了 那我就知道 我的輪舍 剛剛有個姐姐 她回教會 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帶我回教會 那些人多數是被帶回教會 給她 但是我是不知道 要回教會的 那我回到教會之後呢 我發覺 哇 原來搞得這麼正的 就是 以前說很悶 那我回到教會之後 我覺得很好玩 這個地方 其實不就是玩的 就是我覺得這幫人 很有愛 那 小時候的我呢 是真的比較內斂一點的 因爲我覺得 家人都不會經常跟我聊天 又不會很關心我 我的成績很差的 就是家人不會理我的功課 就是任由我 因爲沒有人去 因爲我媽媽要工作 那些家人要做家母的東西 總之他們是不會理我功課的 所以我小時候呢 是讀書很差的 那回到教會之後呢 那些弟弟姊妹見我 我什麼都不懂 那就幫我補習了 那他們就會 教我英文啊 中文啊 數學啊 總之什麼都會教我 那在教會生活了一段時間呢 我就發覺 就是教會很愛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一點都不覺得滿 而是 可能很多 那時候都有很多學生 或者有很多同輩的朋友仔 那回到教會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我甚至回到教會 都不捨得離開教會的人 對 那接著呢 就 有一次的教會的 分享的 topic 就是我寬恕 講原諒 那其實 從小到大呢 我都很想呢 殺了後父的 爲什麽呢 我要講一下我的後父 爲什麽我會想殺他 爲什麽呢 因爲他經常淫醉走 賭錢輸了錢 就會回來 拿我媽媽出氣 就會晚上凌晨三四點 都會講好多好哭的說話 跟著就 令到我媽媽 真是很 哭了 真是很不開心 那所以那時候呢 我曾經 有難至十六歲之前 就殺死我 大家知不知為什麽 十六歲之前 因爲他不用坐牢 我以爲我自己很聰明 那時候呢 就是真的打算殺死他 但怎麽不知我十四歲就開始回教會 那即是沒有非會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個題目就是講寬恕原諒 那我聽了 講寬恕原諒 那 講完之後 因爲他就說 耶穌就是寬恕我們 我們要寬恕人 我們要為我們的仇敵 討告啊 那些 那些 那些我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就 有 啊 你有沒有一些很真的人 你要寬恕的 那樣 然後我 就是我 就是有 但我做不到的 因爲我很討厭他 因爲 我覺得我校父對我家 就是對我媽媽 對我都是很大的傷害 因為他 一賭錢 輸錢 喝醉酒 就會拿他出行 那曾經試過 他有一次就是 特別是新年 買了一些 你知道新年要早節 可能買了很多些糖果 買了一些糖果盒 他可以一生氣 就把買了的東西 都扔出去 甚至有一次 他生氣到 把那些觀音都扔爛了 但是他又買過新東西 回來拜 我也不知道爲什麽 那又試過 把電視機扔出去 就是 又是要重新買過 就是他是 一發脾氣 就他會扔東西 那 所以 所以我曾經 都真的試過 站在廚房 就拿著把刀 真的有衝動出去斬它 但我很感恩就是 耶穌救了我 就是耶穌 他令我 去放下這些 的怨恨 那我回到教會 教會很喜歡 唱詩歌 我們就會彈結他 我就會學結他 那我學結他 回去家 有一天 我後父坐在一個廳裡 他會問我 可不可以教他結他 大家覺得怎樣 我整個帽子在這裏 又永遠 好像借平空 吐他 那時候 就 很出奇地 就是 我就是 教他結他 就是在這裏教結他 去聊天 就是那一刻 我覺得 哇 信於耶穌 自然就是會有改變的嗎 這樣 那我就回房 教完結他 我回房那一刻 我很感動 就是我覺得 我明明很討厭這個人 為什麼我可以跟他溝通的 為什麼我可以跟他 就是教他結他 這樣 就是我發覺就是 原來信了耶穌是 很自然地 你很多的怨恨 你很多的壞習慣 你很多的東西 是會去改變 原來耶穌就有這個power 這個能力 好了 然後就另外想分享的就是 已經 就是因為我的生命的經歷很長 那我就一去就去到23歲 那23歲那年呢 就 然後 我第一次打狗狗狗報警 因為 我阿姨敲我的房門 就是告訴我 我後腹拿刀要斬我媽媽 那時候很害怕 因為 拿刀斬我媽媽 那我立刻打狗狗了 那我報警我就 哭著 我就說 就是一通了電話通 我說你快點來快點來 你去斬人了 你快點來 就哭了 然後他就問詳文 我問很多東西 我說你快點來 我說斬人了 就是問發生什麼事 那我就說了地址 那他就五分鐘內 就到了 因為呢其實 我們住在元朗米埔 那時候浪瓦州是有警署的 所以他們很快就到了 那我也要感激我的弟弟 那時候他是很肥的一個小孩 那就是因為他呢 就推開他爸爸 就不讓他斬媽媽 所以就 所以就沒事了 那整件事完了之後 其實我 就是在想就是 就是他們常常為了錢 為了一些錢 去 就是常賭錢 喝醉酒 來吵架 其實已經很多年都是這樣 那我就是覺得 他們為了錢的問題 我其實就是 可以幫忙去解決呢 那其實我可以解決什麼呢 因為其實呢 我讀到中三日沒有讀書 我英文很差的 就是我是完全英文堂 會睡覺 為什麼我是一個這樣的人呢 就是其實因為你知道 我家裡經常吵架 我經常凌晨都睡不到覺 我上學是沒有精神 聽書其實 就是我其實是一個 都是幾 換是一個很有陰影的家庭裏面長大 其實都很破碎 但是就 就是很感恩耶穌 就是找了我 就是救了我 那但是我就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是不是應該 怎樣才能幫到他解決問題呢 那也就是因為感恩 我在教會學的結他又懂得唱歌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 就是23歲那年 就是他罵完交 那年我就報名 就去台灣參加歌唱比賽 那第一個歌唱比賽就是 超級偶像這樣 那我就在一個比賽當中呢 我開始 迷失自己 就好像剛剛的歌詞裏面 就是我開始迷失自己 走到黑暗裏面 那我就 在一個比賽裏面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 是全國 在台灣 很大型的比賽 除了 除了晶光大到 超級九將 就是一個最大型的比賽 那我當時去到的時候 很多人認識我 我是迷失於掌聲當中 我是迷失於那些很虛榮感 那時候就很開心的 在比賽裏面 就 在當中 我去到十幾強 其實我被淘汰 因為我的國語很差 那 當時的公司 其實我都簽了五年的 就是在台灣 但是因為沒有發展呢 我就回到香港 接著又參加了巨星 那就是超級巨星 第一屆 那在我巨星的比賽期間呢 我已經是二十六歲了 那間 那在那一年呢 我比賽之後呢 那年的生日之後 我媽媽就自殺了 那她燒炭自殺 那當時的我是非常的難過 我是很痛苦 因為那早上我去了醫院 在那間房裡 就看到我媽媽的仙女睡在那裡 我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家人在那裡 大家都哭 但是我就忍著不哭 因為我不想在家人面前哭 那大概五分鐘 我頂不住 我就走出醫院的門口 一走出去 我就崩潰了 那個人 就是哭了 那我就不想人家看到我 我就在街上跑 就是我想 我走又走又走又走 然後我去到元朗的那些地方 我轉彎位呢 我就在想 會不會見我媽媽的呢 然後走走 我轉彎位又 就是不斷 我裡面 就是明知道我媽媽已經離開了 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我接受不了她真的離開了 我個人是很崩潰 我就狂虛狂虛 那我回到家 我都沒有食慾 那我就是 三天三夜呢 我是沒有吃東西 又睡不著覺 我媽媽的影像 不斷在我腦裡出現 她的聲音 她的影像不斷在出現 啊 很痛苦 就是那一刻 我那幾天 我都問了很多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她這樣離開 為什麼 就是我 我爸爸 我媽媽又要這樣離開 就是我那一刻 覺得很孤單 我覺得很 一種被遺棄的感覺 雖然我那時候已經26歲 但是我就是覺得 為什麼我會在這個世上啊 為什麼 就是很多 很多問題 很多為什麼 那第四天呢 我已經頂不住了 因為我已經睡不著覺 吃不到東西 喝不到水 那我就去了朋友家裡住的 我朋友住在灣仔的 26樓的一個 建築裡面 那當他們呢 早上上班 我就一起床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睡了四個小時 就是我哭到真的很累 我就睡著了 那因為他們早上班 他們一扒門 我就知道他們走完 就是出了街 那我就 一起床 我走出露台 我走出露台那一刻 我就看下去的時候 我就很想 在26樓那邊跳下去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很痛苦 我覺得 我媽媽都這樣離開了 那 她都這樣走了 我都離開就算了 就是 我覺得這樣就沒有痛苦了 但是當時 當我想在那裡跨出去 想跳下去的時候 我突然 就是 有三個聲音 在我心裡面出現 就是說 但是你還有家人 你還有身邊的朋友 這個世界很大 你都沒見過 為什麼你去死呢 那當時我想起我婆婆公公 因為 婆婆公公是有小的 照顧我 但是 如果 即她的女兒已經這樣自殺離開 如果 她的孫兒也這樣自殺離開 她們成不承受到這種痛苦 這種壓力呢 那當時我真的想起婆婆的時候 我覺得 我不想令她難過 因為 有小孩 我覺得最疼我的就是她 這樣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 我不可以這麼自私 是的 那當時我沒有什麼可以做 為什麼我會走到這個地步呢 那我很想說就是 因為我迷失 因為由我二十三歲那年 我去過台灣比賽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回教會 沒有看聖經 沒有再親近神 但是 在那一刻我沒有什麼可以做 我就 向神祈禱了 我說天父 我說耶穌可以幫我 我很難我 很痛苦 可以安慰我 那天早上我去了一個赤柱的碼頭 去旅行 就是赤柱的碼頭 那裡 那我就看聖經 那我就 看到有一位女士 她拿著一本聖經走過 為什麼我知道她是聖經呢 因為當時她拿著一本聖經 在紅色邊 那我就 走過去跟她說 你可不可以陪我看聖經 那她就說 好啊 可以 那我們一起看了半個小時後 就是這個赤柱的碼頭 就是這張椅子 那裡 那她就 說 好啦 看聖經看半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一起聊天 一起分享 看看有什麼得著 那我跟她說 我明白聖經講什麼 我看到聖經講的東西 但是 我感受不到神的安慰 我說我親人過身 很難過 我很想神安慰我 但是感受不到 當時那一刻 我都未接受到 我媽離開 所以我說親人過身 我沒有說我媽 然後她就為我祈禱 她說我可不可以為你祈禱 那我就一起祈禱 合同眼祈禱 她也說 耶穌天父說你安慰她 你幫助她 你醫治她的能過 就是不斷在她祈禱當中 我是聽到她哭 她一邊為我祈禱 一邊哭 那我就睜開眼睛看著她 我看著她的時候 我看到她的眼淚 不斷滴下來 不斷滴下來 那一刻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覺得 一個陌生人 他只是 剛剛才升了半個小時 為什麼要為了我的難過而流淚呢 那當她不斷流淚 不斷哭的時候 我聽她的祈禱 我心裏停靜了 我舒服了 那接著 我就把我所有發生的事 就跟她說 我說其實 我媽媽離開了 其實我都打算離開 但我感受神不想我離開 我覺得我有很多事情都未做 那我就跟她分享我的難過 我的感受 那我不斷說的時候 我心裏面好像隔著心裏的石頭 逐塊逐塊逐塊這樣丟出來 我很感恩 我有一個機會給我抒發 而 她最後問了一個問題 她就說 其實你一直來赤樹碼頭 你會看聖經嗎 我說不是的 我三年沒回教 她沒有看聖經 那接著她說 其實她半年都沒有來過赤樹碼頭這裡了 她說不知為什麼我今早會來 她說 總之她感覺到神 要她來赤樹碼頭看聖經 所以她說 當我遇到你的時候 我明白為什麼我今早在這裡 她說 我相信神是要我來安慰你 Amazing 對我來說 我覺得好像電影情節 但是我很感恩這一幕 神給了一個陌生人去安慰我 我相信她說的東西 我覺得神真的透過這個人去安慰我 去幫助我 很想跟大家說一些東西 就是 當你遇到困難 當你遇到一些很難過 很不開心 你覺得世界不明白你 或者不明白你的痛苦 都希望你們可以找一些你信任的人 你的朋友 你的親人 你信任的人去跟他們說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有些東西很難過 你不知道怎麼說 但其實你講出來會舒服很多 希望大家 一定要抒發自己那種 不開心難過的東西 但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你覺得沒有人能夠明白你 你試試跟神說 你試試跟耶穌說 祂一定幫你 就是在我要放棄自己生命的時候 祂再一次來找我 祂再一次幫助我 很感恩神 再給我一次機會去活著 去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好 Monica 別人 與我來 好